当地时间17日,两架有美国领导的联盟F-15战机,在打击叙利亚恐怖组织时,错误轰炸了友军。 当地的库尔德武装部队,造成6人死亡,15人受伤,有外交消息远程,美国缺乏统一领导力和专业精神,10月18日海外网闹乌龙了,无论美军还是美国联军,在叙利亚干的几乎都是乱事,不是吗? 美国联军这次本来是要打击恐怖组织,最终却打击了友军,而且造成6死15伤,难怪有人指责美国缺乏统一领导力和专业精神,美军是打着反恐的旗号驻军叙利亚的。 既没有受到叙利亚邀请,也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,严格说来就是侵略。 如果美军进驻叙利亚真的是为了反恐,在恐怖分子已经成为人类天敌的当下,外界似乎没有必要反对。 但美国进驻叙利亚不是为了反恐,而是支持恐怖分子与叙利亚政府对着干,以及颠覆叙利亚政权,美国的举动会失可恶。 这次美国联军好像真的想打恐怖分子,但不知什么原因,竟然让友军严重受伤。 一方面,美国如何向友军交代,如何向国际社会交代? 另一方面,美国联军再次捅了褒子,不仅打乱了整个行动,还导致叙利亚民主力量中的众多人员叛逃。 更糟糕的是,恐怖组织又利用这次机会,占领了当地更多领土。 美军在叙利亚干的事情,确实没有一件事情干好。 也许美国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在叙利亚干好事,而是不断制造出更多新的问题,脚乱一直浑水。 美国驻京叙利亚,完全是自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,打击恐怖主义是幌子,真实目的是想继续保留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,帮助库尔德人获得独立,寻找机会夺取阿萨德政权。 看来,美国颠覆叙利亚政权的野心一直不死,此前外界普遍认为,伊德利布省战役是叙利亚内战的最后一役,叙利亚内战本来在伊德利布省战役取得胜利之后可能结束。 而美国联军闹出这个乌龙,可能再次挑拨叙利亚霍尔德人的神经,也可能再度引发战火。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结果,美国完全是罪魁祸首,唯恐叙利亚不乱,唯恐叙利亚不大乱。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明查秋毫,在上周就曾表示,美国在叙利亚的非法存在是战争无法结束的原因之一。 即使伊德利布省取得胜利,也不会结束这场危机,那么,叙利亚内战到底何时结束? 美国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?俄罗斯、伊拉和叙利亚又将如何收拾残局? 毛开云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